哈囉,大家好,這是Nexus 好,那我看一下喔,今天要講的是這個主題是... 這個主題是什麼,我看主題是什麼 五個容易產生錯誤的繪畫的習慣 那首先講這個畫畫,我會把幾個例子拿出來看 因為東西疊在一起,我覺得小小的 你有五個東西,但其實東西都疊在一起 一層串一層,一層串一層,就像烤肉一樣 一個東西串在一起 那這幾個東西就是說常見的部分 那來看一下齁 首先第一個部分的話就是臉譜 臉譜畫,他是說臉譜畫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這個... 臉譜畫是這個,像左邊這一個 這個角色左邊有這一個臉譜畫 他有臉譜,這個東西是他生氣的部分的時候 那他生氣的時候 生氣的部分,這個臉譜 他是在有一種不停的改變 不同的漫畫家或不同的美術人員 他畫出來的臉譜 不太會一樣,不太會一樣 臉譜的部分,他...臉譜... 臉...不是臉譜...臉譜的部分 臉譜的話,真的是壞處... 好處就是你會... 臉譜的時間會縮短 壞處的時候就是你的作品會很... 越來越單調 就是你創作的角色 如果你是男生、是女生、是小孩、是大人 都用同樣的臉譜下去的話 那結果就會是一場災難 來做臉譜的訓練的話 可以說 比如說眼睛...眼睛 然後臉譜的大小 畫一條線 一般而言 十字...十字線畫下去 我做...我講一些其他的 好,十字線畫下去嘛 那個中間就是二分之一法則 二分之一法則 以上是說 這一條線往下 眼睛跟鼻子如果往下的話 在中...中線以下的話 那這個角色就是小孩子 換句話 中間的話是成年的男性、成年的女性 再往上一點點的話 就是一些歐美的人 是七頭生、八頭生以上的 知道了這個之後 你畫...設計你的臉譜的時候 就不會說一成不變 然後你男生和女生之間的臉譜 也要做改變 可以多參考不同的漫畫 不同的漫畫作品 海賊王...那個叫什麼? 火影忍者對不對? 死神 現在已經不是... 現在就是我那個時代的作品了 現在這些有新的作品再去做練習 那... 我其實都不太知道新的人他們是做那個... 是什麼呢? 作品啦 因為我已經比較少...沒有那麼... 工作嘛 工作忙之後就... 比較少再要再去看一些新的作品 就覺得說一些舊的作品都看不完了 好 骨架 來 骨架這個 來這個 有來這一張骨架的 我來看一下這有什麼怪怪的地方嗎? 有沒有看到這個怪怪的地方嗎? 有 右邊看左邊這個... 欸... 跑掉了... 來看一下 右邊看左邊這個有沒有 怪怪的 有沒有怪怪的 疊在這個地方的話 骨架是一種鋼筋 鋼筋素材的部分 骨架的意思是說 你發現的... 你不平常不去練習 不去改變它 等到你在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糟糕了 就糟糕了 因為它就像一個地基一樣 如果你地基打的是歪的話 你不可能 你再怎麼努力 就不可能 把藉由 別種方式把它抓回來 很困難 像這個 假設 右邊左邊嘛 那... 你要怎麼改 如果是你要去改的話 這個是小孩子的嗎? 1234 我之前有講過 投身問題嘛 對不對? 1234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投身問題就是這樣子 那我假設 一個沒有投身筆的概念的人 畫出這個東西 12345 對不對 我沒有錯啊 你沒有錯 但是你也錯了 什麼意思說 你如果硬要說這個比例去弄的話 那你這個五頭身 那你得算下去的話 那就是 你是不是這個小孩子 這個就不是小孩子 這個就是 國中生、高中生嗎? 對不對? 然後你的身體比例也會變得 有沒有像這樣子 身體比例就會變很奇怪 很長條 然後甚至這一個 你甚至不知道 他的寬部 寬部這邊 寬部應該是在這邊 然後臀部的是在這邊 那因為太長了 所以這個又一個不同了 好 再做一個比較 大概這個 這一個就是一個 比較寬部練習的角色 然後這個一樣 寬怪 一、二、三、四 四頭身 所以 女性大概四到五頭身之間就可以了 多了無用 真的 多了是無用的 骨架倍一倍 多倍多好處 你的東西 你的東西就能夠靠自己去修整 不要每天都 差不多 你去找別人 不然每天都 一直在翻照片 說 欸我很煩惱 然後我照片 這張照片沒有我喜歡的照片 陰影線沒有我要了 這些東西問題都可以靠著 這個骨架的練習來改善 好 場景的部分的話就連在一起 場景的部分的話 那連在一起的話 那其實有說左右嗎 然後連在一起 如果你連在一起的話 你會擋到 你會擋到彼此 你會把東西擋在一起 好 那其實很簡單的道理啦 好 現在這個地方 欸 兩個講在一起好了 好 這一個嘛 這個就是參考物 參考物 一定要有參考物啊 第五點 你一定要有參考物啊 你機車 你汽車你怎麼直接畫 瘋了嗎 你汽車你沒有參考物 你要怎麼畫 東西 東西 只要是機械的東西 這個有沒有 這個鬼東西 你要怎麼畫 如果你沒有參考物 你怎麼畫 能畫得出來 參考物很簡單啦 很好懂 然後來看一下 動字的時間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會畫的這個東西是說 你會的話 你畫出來是 你會畫 但是你不代表你很會畫 怎麼說 你說你要 你要會畫的話 要一些專長 時間 上色 風格 什麼的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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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很多很多的东西这就是控制嘛 然后看一下 那这些东西,对不起 好,那这些事情的话控制这个时间 它是很多很多的东西 很多很多的东西哦 很多人都认为说只有两个东西 很多人的概念 Pixi也会给人错误的概念 说什么,一个只有两个东西 就是一个插图,一个漫画 那其实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那时间上的话都 绘画的时间上色的能力 你的绘画的风格 程式是说你绘3D软体建模 程式是说你,哦,讲错了 程式是说,比如说你用按热键 Hoc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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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ckey,然后建模就是3D嘛 3D没啥好多了 那你用这些东西都可以做 你这些创作的部分 那这些3D的部分比较少 但是3D的部分能找的 它比较难找到一个相关的东西 那你可以去看一些3D的杂志 它会跟你讲这些东西 控制时间主要就是在一个问题下 你 你如果你是一个东西 你没有办法有控制时间的话 那就表示你没有 其实你并不了解你自己 目前绘画的状况 比如说你画一颗头 那难道你画一颗头你要画一个小时吗 就这一颗啊 假设这边有一颗头 这一张图一个小时画完 所以如果你一张 如果你一颗头嘛 你画40分钟你要干嘛 那剩下20分钟干嘛 乱撇哦 这边头身体的那个 平常就没有这个练习的习惯的话 你到零到 你到去职场好了啦 你去 你去 好如果你还没有职场 你是学生 你到学生的话 然后你要去做什么 比如说设计海报大赛之类的 好 你没有办法评估你自己的会话时间 那你要怎么去跟别人竞争 是说 而且现在还有什么奇怪的AI之类的 好 好那这三个五种部分 再复习一下 脸谱嘛 眼睛脸谱 脸谱 好 这一个 设计自己的脸谱这样子 设计自己角色的脸谱 好 骨架 小孩子 小孩子 女性啦 这是女性啦 然后男生大概五到六头身之间 好 场景的部分来就不要叠在一起 尽量不要像这样子 尽量不要叠在一起 因为你会一排 一排点一点 然后一堆都挡在前面 如果你平的照过去的话 一半的 如果是团体照嘛 不都会说 哎 前面的人蹲下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会把后面遮住 就这样子 道理 参考物 找自己的参考物 这样子 这个是我以前有找到一个东方的贴纸啊 他的gift 他有不同的 有没有 那我就可以抽签 那那个时候 我做这个东西 是我刚做东方的创作 所以我什么都不会 所以我就用这个东西去做处理 那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找找看 我现在百度找到的 所以你们可以到处 不如大陆那边啊 很多 很多 非法 好了没 没关系 反正我们都 我们都对 我们对 都非常不尊敬人的 反正都是一些比较缺乏 好好都不要再讲了 再讲大家都知道破梗了 好 那这五点就讲到这个地方 五个容易产生错误的绘画 习惯好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